美国总统拜登4月16日表示 在印第安纳波里斯枪击事件造成8人死亡之后 美国枪支死亡是一个国家的耻辱 呼吁国会禁止军用风格的攻击性枪支 与当你认为他们害得到公主 % 是个尊敬的社会的国家的加弹果 是一场运动的宣誉 我特定的重许 那个我抗托的责任 全部支持 公共得要动 最终核三迹要动 也不断抗凭抗击重认 中没有停留在兽党以免的权利益 本月早些时候拜登宣布了应对枪支暴力的有限措施 其中包括打击自行组装的幽灵枪 但是更严格的措施在分歧不断的国会面临着一场艰苦的斗争 共和党议员长期以来一直反对任何新的枪支限制 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汇编的数据 去年有将近2万名美国人死于枪支暴力不包括自杀 比2019年高出25%超过至少20年来的任何一年 3月中旬有8人在亚特兰大地区的温泉度假村被枪杀 令人担心在仇恨犯罪上升之际 枪手将目标对准了亚裔美国人 几天之后一名枪手在克罗拉多州的一家超市枪杀了10人 跟踪枪支相关事件的非盈利网站《枪支暴力档案》称 2021年共发生147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也就是至少4人被枪击的事件 4月16日也是弗吉尼亚理工大学 发生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校园枪击案14周年 那次枪击案造成32人死亡